各位馄饨的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元宇宙 那么今天课程的主题呢 是从网络进化和文明演化角度来初探元宇宙 主要会谈及到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如何定义元宇宙 第二的话呢 会跟大家讨论一下相比移动互联网 元宇宙主要的进化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会谈一谈在元宇宙可能的一些投资方向 第四个就是元宇宙会延伸出的一些原问题 一些哲学问题 社会管理问题 那么第五个是从人类中心视角角度 我们来看待的地球的生物的演进 下面我们先谈第一点 就如何定义元宇宙 其实我觉得至少有三个角度的理解 那么第一个呢 是最基础的理解 其实它就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代名词 就相当于是物联网加上区块链 加上AI加上高速移动互联网加上ARVR 这个综合在一起就是下一代互联网 那么下一代互联网你总要给它一个名字嘛 那我觉得叫元宇宙也是妥当的 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去理解 也就是2.0版本的理解元宇宙的话呢 你一定要认识到元宇宙是人类 社会形态的一种进化 其实从高速移动互联网开始 有很多人越来越感受到 自己是物理生存跟数字生存而是并行的 比如说你现实社会 你有一个物理的身份 但是呢你在网络上 你有社交媒体的化名的 或者实名的身份 你有你的这个金融的身份等等 所以呢我觉得 进阶的理解 就2.0版本的理解 元宇宙呢 是人类的数字生存的新形态 是人类的物理生存跟数字生存 实时混合的一种生存状态 今天其实最主要通过这个课程呢 试图让同学们理解 我觉得元宇宙最重要的 就是3.0角度的理解 就高阶理解 元宇宙呢 是人类协作的一个新阶段 元宇宙的核心 是通过让整个地球上 甚至将来地球之外的人类 那它的价值跟信息 都能够高速的自由流通 那么让没有信任的 和没有社交关系的人和物 能够低成本的 远程的 实时的互联协作起来 那么如果站在文明 跟地球的生物眼镜角度 出发的话呢 我想在元宇宙这个时代 你应该能看到 是人类在大脑皮层进化 极大的提升 人类的协作之后的 人类高度协作的一个新阶段 地球人类会被元宇宙 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生物 它有自己的大脑 有自己的目标导向 也会有环境反应的行为 那么关于元宇宙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艺术家呢 帮我们做了很多想象 在这儿呢 我列举四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的话呢 其实必须提到的就是阿凡达 那么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 描述了物理的世界的一个人 那么通过一台机器 它连接到潘多拉 星球上的一个另外的人 那么他们俩的人格 跟思维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在潘多拉 这个星球上那个活生生的人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被 这个地球人类所控制的 他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人生的履历 有自己的人格 那么这个电影呢 就非常好的揭示了 在元宇宙当中 几乎每一个现实的人 将来都会有一个 数字卵身体的存在 第二部电影呢 就是《头号玩家》 那么在《头号玩家》里面呢 他也揭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元宇宙的一个特征 就物理世界的价值 跟元宇宙的价值 之间是融合互通的 那我们看到 在那部电影里面呢 有一些劫匪 他在现实世界中打劫 但是在这个打劫当中 他获得的一些道具 是可以帮助他 在线上世界呢 得到更好的表现 那么得到更好的价值的 这个呢 就比较好的揭示了 就是现实经济 线上经济 现实的价值 跟线上的价值 是融合互通的 第三部电影呢 就是前不久放过的 那个《失控玩家》 在《失控玩家》 这部电影里面呢 在一个巨大的游戏里面 那么由于游戏设计者 他留的一个设计 经过漫长的游戏的演化 他逐步演化出一个 非受控的角色 也就是所谓的失控玩家 因为其他玩家呢 他的背后都是有一个 人在操控的 所以我们叫受控玩家 但是这个新的玩家呢 他是完全的 纯AI的人格 那么他深信不疑 自己所在的世界 是真实的 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的揭示了 就是在元宇宙的 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会看到 更多的角色形态 当然最经典的一部电影 就是《黑客帝国》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他展示了人工智能 跟人类大脑之间的 战争合作和竞争 尽管AI已经非常的强大 控制了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还需要 人脑的创造力和计算能力 他把很多人都养在 像鱼缸 人造子宫这样的设施里面 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也非常好的 揭示了一个AI跟人脑 互动的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被AI加强过的人脑 在元宇宙里面呢 你是非常弱的一个弱机 但倒过来 没有被人脑的创造力 加强过的AI 我相信它的进化速度 一定是很慢的 所以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想象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呢 一个叫Marshall的人 他是Appleon Code的管理合伙人 他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The Metaverse What it is Where to find it And who will build it 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他非常前瞻地 讲了元宇宙的很多定义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第一个是元宇宙是什么 第二元宇宙不是什么 第一个呢 他说元宇宙的特征呢 是持久化的 所以他永远不会重置 也没法暂停 也无法结束 第二的话呢 他说元宇宙呢 是保持 跟你的生活 是保持实时和同步的 也就是说 元宇宙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 你每个人是可以持续地 实时地去感知 去体验它的 第三个的话呢 他提到元宇宙是一个 充分运作的经济体 那么个人和企业 都能够在其中创造拥有 并且投资和销售 数字资产 那么能够像现实世界一样的 通过工作和投资 获取收入 第四点呢 他提到的元宇宙会具备 前所未有的数据的互通性 他主要指的是说 在元宇宙里面呢 这些所有的平台 再不像在Web 2.0 或者1.0一样呢 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 我加了一点 我认为除了在元宇宙当中 我们会看到数据的 前所未有的互通性之外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还有价值的 前所未有的互通性 我们要看一个项目 或者看一个服务 它是不是典型的Web 3.0的话 或者元宇宙的话 我觉得一个核心标志之一 就是要观察 它的数据和价值 是不是完全的 没有阻碍的 有互通性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 非常现实的真实的例子 那么在元宇宙 在以太坊上呢 有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 期权的这个交易所 最大的叫Hedrick 它占到整个交易的 市场份额的80% 但是最近呢 崛起了一个叫Open的 这样一个新的期权交易所 那么这个交易所呢 它之所以能战胜Hedrick 最重要的一个 它的创新就是 它的期权 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它就把它设计成一个Token 这个Token的话呢 是可以自由的流动和交易的 它把自己的产品 把自己的服务 当作一个基础设施 更方便让别的协议 别的产品来调用 那么它的产品 是非常容易被组合的 是标准化的 所以当它在做 产品推广设计 市场推广设计的 理念的时候 它想的问题 不是说 我是对ToB去拓展 还是ToC去拓展 它还想到了 我的产品要卖给别的 协议 别的智能合约 这个Marshall呢 还提到第五点 元宇宙呢 它说内容是 由参与的用户来创建的 大家如果熟悉Web 2.0的话 应该知道 它的行话就应该叫UGC 但是这里面呢 我想再加一句 就是不仅内容 是由参与的用户创建的 实际上这些用户 也享有 他们所创造的价值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识别一个项目 一个服务 是不是典型的元宇宙 或者是不是典型的Web 3.0的 核心标志之二 那么第三个核心特征就是说 我们要看它的社区规则的管理权是归谁的 那么如果社区规则的管理权是完全归平台的 那你不是一个典型的Web 3.0 或者元宇宙的这么一个创新服务形态 那么社区规则呢 应该更多的由社区的所有参与者 他们来共同制定 那么第四个核心特征就是 要看这个项目 这个服务 是否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元宇宙自带金融工具的优势 已经把金融模型 价值分配模型 已经引入到它的商业模式里面来 这几个呢 都是元宇宙或者Web 3.0的一个核心特征 那么在元宇宙里面有个非常知名的 这个VC的投资平台叫A16Z 那么A16Z呢 它有句名言 就是说最好的创作者掌握NFT 那么最好的NFT演化成DAO 最好的DAO使用DeFi 我认为这三句话呢 讲得很精炼啊 但是其实讲的是非常精髓的 那么最好的创造者 就是内容创造者 通过NFT 它实际的可保障的拥有了 它创造的IP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最好的NFT项目 最终会演化为DAO 就最终它的组织形态啊 不一定是公司 更多的可能是用DAO的形态 那么最好的DAO 它使用DeFi 就是每一个DAO 它是势必要自带金融功能的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它总结的非常精烈 非常好 那么Marshall呢 也提到了这个Metiverse 就是元宇宙不是什么 第一个他说呢 Metiverse不是虚拟空间 当很多人一讲到Metiverse的时候 都会想 哇 那跟我以前玩过的Second Life 不是一样的吗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Second Life 它就缺少一个可运作的经济体 它只是一个可以游玩的 一个虚拟空间 第二它也不是虚拟现实 因为我想呢 一讲到Metiverse 很多人最喜欢的 就是觉得我们要搞VRAR VRAR是很重要的 但是还不是全部 它是物理的生存 跟你虚拟的世界的一种 实时的交互 是相互影响的 第三的话呢 Marshall也提到 那么Metiverse不是虚拟人 在Metiverse里面 起码会有四种角色 甚至五种角色 当然Marshall提到第四点 就是Metiverse也不是游戏 因为游戏不是永续的 也没办法跟你的生活呢 实时的保持体验的同步 第五点 他说呢 Metiverse不是新的应用商店 不是说你可以每天在里面逛啊 简单的只能买些APP DAPP啊 或者买些服务的 实际上呢 Metiverse是你的新的工作 和生活的平台 那么我呢 再加一句呢 是你创造和享受价值的 一个新的平台 第六点 他提到呢 Metiverse也不是新的UGC平台 那么Metiverse给用户提供了 这个创建资产和售卖资产服务的空间